好 再來系統拆解 那這其實是各位老師應該要最厲害的 我們開學的時候 第一天開學 如果你想輕鬆簡單 當一個快樂的班導師 第一天要做什麼 班規 班規分工 校長答對了 第一天要分工 所以我第一天來我一定是選班長 選部班長選風紀部長選什麼東西 把他全部都選好 選好之後呢 跟風紀部長說 以後那個管制去 課堂上什麼管制去就是你的事 然後那個總務 以後收錢的事情都是你的事 跟排長說 以後那個一上來 每天早上一來 就把同學這一排的那個座位部 打開疊在一起放到後面桌子上 然後把那個沒交的號碼登記在上面 都把每一個人的工作分配好 所以他就有了很多的小老師幫助他對不對 所以他以後呢 只要 最好是讓他們自動化 反正你有事情的時候 反正跟錢有關 總務主任 總務部長 來處理一下 你要管制去 你要上體育課 體育部長處理一下 是不是就輕鬆愉快 這個就是系統開啟 一點都不難啊 可是你看那個名稱看起來 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以後校長不管接 不管接任何的任務 交給各位 各位不要緊張 比如說啦 舉例 假設 今年 這個全鄉的運動會 就交給老師半年 緊張 我這一輩子都沒有辦過運動會 你突然叫我辦運動會 你是故意找茬的齁 好難受 香菇難受 然後 開始壓力很大 阿末君 阿末君 回去就睡不好 然後隔天就落枕 甚至憂鬱症要發作 因為你從來沒辦過 對不對 如果這個東西 這個任務對你來講很陌生 但是如果你學過運算思維的系統拆解 那就簡單了 為什麼 運動會 運動會 沒辦過 也看過 至少 我也知道運動會 會有那個活動組 安排活動的 然後負責吃飯的伙食組 然後負責交金應酬的接待組 那所以我就找幾個老師幫忙 那個萌萌老師 你可以幫我負責伙食組 萌萌老師你可以幫我負責活動組 那拜託各位 那個下個禮拜 各位先回去想一下草案 我們下個禮拜一回來 大家開會 討論一下 各主的內容 流程 看合不合是有沒有需要修改的 那交代完畢之後 各自回家 你就發現 你的心中那塊大石頭落了地 為什麼 因為責任都分出去了 與其一個人在那邊抱著頭 不知道怎麼 這麼大的事情我怎麼處理 不如分出去 那每個人對他來講 對他來講 我只要負責伙食組 如果你讓我挑 辦整個活動 跟辦子辦伙食 我當然是選伙食 因為就單一任務 簡單其中 對不對 那所以對我來講 壓力不會那麼大 我又可以把它弄得很好 那所以每個人就各施其職 然後禮拜一過來大家開完會之後 就會有一些修修改改 真真簡簡 然後需要支援的 需要調配的 就是校長再協調一下 那這樣都好了之後 就按部就班 各位就按照日程去施作 然後偶爾校長會來關心一下進度 有沒有什麼困難需要解決的 那這樣處理之後 到時候呢 伙食的自己弄得很好 活動組也弄得很好 什麼交通組也弄得很好 大家都每一個都負責的很好 是不是整個運動會就辦得很好 沒錯吧 各位這就是系統拆解 這個是管理學裡面也是很重要的 然後你在教學的時候 我今天如果要教這一個概念 這概念很難 學生的基礎在這邊 我從A到B這一步要跨很大步跨不過去 你直接教會怎樣 小孩跟不上 小孩會失敗挫折 就是不想學習 對不對 所以我們教育心理學不是有說要切 你要把每一個 比如說A到B裡面可能有五個知識點 你是要把這五個知識點切開 一次只教一個概念 我今天上這裡 隔天上這裡 然後這裡分組討論 大家學習一下 然後五個概念分別交完之後 欸串起來 我自然就很順利的爬上去 對不對 然後那個高峰經驗疊起來 每次都成功 每次都成功 因為太簡單了 每次都成功 我就變成高原經驗 學生就可以學得很愉快 然後又簡單又愉快 然後又學得好 老師又沒有負擔 大家又快樂的學習 所以這個都是 道理都是相通的 所以系統拆解有多麼重要 但是